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事件 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调查发现 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将面临严重缺水 17个国家将面临极严重的水紧迫状态 加上气候变迁的影响 情况将更加恶化 美国一家科技公司利用太阳能板 搜集空气中的水蒸汽成为蒸溜水 期望创造出一种全球性的水源 像是在任何地方建立一口井 立即解决人们的缺水问题 许多国家位于干旱自然环境恶劣的地方 水资源严重缺乏 美国一家科技公司利用太阳能板生产水 搜集空气中的水蒸汽 透过阳光蒸发而成蒸溜水 希望能救济世界上数百万生 活在缺水地区的人们 我们源自于水平和水平 而生产水 然后放入水平和水平和水平 然后放入所有的预算 在家里 学校 住宅 太阳能铲水板内含有吸湿材料 可吸收空气中的水 面板内部的空气透过太阳能加热并循环 从而增加了相对湿度 并加强吸湿性材料 吸收水蒸汽转化为液体 产生出来的蒸溜水 会被储存在容量60公升的容器中 并在其中用钙和铁矿化成为饮用水 装在这些透明小杯子里的 就是太阳能铲水板所制造出的饮用水 地面装置的太阳能铲水板长240公分 宽120公分 而装设在屋顶的太阳能铲水板胶小 长150公分宽90公分 每个面板每月可生产 多达300坪约450毫升的水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和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的报告 全世界围有42亿人缺乏环境卫生 30亿人缺乏基本的洗手设施 22亿人甚至没有生存基本所需的干净饮用水 占将近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 太阳能铲水板可以在干旱低湿度的环境下运作 例如美国亚利桑那州 澳洲中东和北非等地区 该科技公司目前已将面板销售至全球36个国家 希望能对日益严重的缺水问题有所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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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